下一位,我想請出來和大家分享的 是來自香港的Raymond 大家好 聽到廣東話嗎? 好 節目在場也很多人聽到廣東話 我是來自香港的Raymond 小青梁 首先,很感謝這麼多位鑄石 讓小弟在這裏和大家分享 給我一個掌聲鼓勵 我在Zoom就和大家分享了很多 第一次站在馬來西亞的台上和大家分享 其實我是一個土生土著的香港人 自小的爸爸媽媽都叫我多讀書 將來進一間大的公司 就非常好 他們就去懷神了 但是呢 我不是讀書很厲害 但是就入了香港國基工程 進去做了大學 又是考費工程師的牌照 做了接運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但是我真的上了工程師 但是我看到一件事就是 嗯 是相當不錯的工作 但是很危險的 是有很多高空工作 以及那些機器呢 是相當之重型的 那 因為我在一間大公司裡面 要升職 那我一定要博 要博升職是怎樣呢 要勤力點 人家不做的我做完 人家睡覺的我繼續做 那 為了這樣去升職 那這樣 但是呢 換來是什麼呢 我每一年呢 都最少工商一次 我太太經常都說 一半夜就打回去 我又是急證實 那 其實呢 這個工作呢 其實我看到 我不想繼續這樣去下去 我不想繼續這樣延續下去 因為我看到我的師傅 他繼續都是這樣 都要爬高爬低的 這個行 這個行業裡面 那我自然 偽然呢 就跳出了這個框關 還有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真正的公字不出頭 那我跳出了香港呢 就曾經做過很多的小生意 賣個披衣 賣個童裝 賣個手袋都試過 也都在香港開過婚紗店鋪 那 開了婚紗店鋪 在香港的 傳統生意裡面呢 真是不容易做 因為 舖租很貴 人工很貴 也都 管理過過百家的連鎖店 那 曾經打工的時候 很想做老闆 但是做到老闆的時候 我很想打工 因為壓力實在太大 不是那麼容易承受得起 那我管理過百家的連鎖店的時候 近時 馬來西亞 也有我的連鎖店 所以馬來西亞 其實我六年前 就經常來的 現在就很少來的 那這次呢 我和太太 踏足在土地之後 我有種很親切的感覺 謝謝 那其實呢 我在管理連鎖店的時候 其實財務自由都曾經試過 但是呢 沒有了時間自由 沒有了健康 為什麼 因為都是要不停飛去其他國家 去管理過百家的連鎖店 錢賺到 但是呢 家庭的生活完全沒有 我還記得的時候呢 我兒子 他的家庭 學校的旅遊 旅行 家長會 全部去不了 因為要不停去做 不停去做 用時間去換取金錢 用努力去換取金錢 那我第三個兒子的時候呢 我出生了 那時候其實我和太太呢 去反思 其實我們還是要這樣 去過我們這樣的生活呢 那其實很幸運 2015年的9月的時候呢 被我遇見到 美相截施這個生意 那遇見到美相截施的生意的時候呢 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好的商機 因為互聯網的生意 是未來的大趨勢 我覺得 肯定不是的 但是我看到 我不知道怎麼做 我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呢 很幸運 原來呢 當我研究了 原來了解了之後 加盟了之後 原來有一套叫USGS的創庫系統 令到我和太太呢 是完全 怎麼說呢 完全不需要 好像計時傳統生意一樣 要摩索去做生意 究竟怎麼做的呢 究竟這個生意在海外 要怎麼做的呢 完全不需要 所以我很感恩 USGS系統的創辦 但是 劉沛女士 也很感恩 前面這個 Cuttable的 所有的轉實總裁 因為他們真的幫助了我 很多 我完全沒有想過 我拿著現狀 我拿著手機 管理幾十個國家的連鎖點 三十多個國家的連鎖點 但是 我只是可以 有機會可以在香港 上到某個地方 已經可以管理得好 OK 也都 在全球裏面 現在短短的時間 啊 首先我很感恩 啊 我的親密夥伴 Sally 給他採取 因為我們現在 有第三個小朋友的時候 哇 我們的生活 真是 改變了很多 啊 啊 我們的家庭生活 我們的親子旅遊 全部可以去到 連家長的家長群都可以去到 其實那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可能去到 因為不停去工作 不停去工作 但是今天呢 換來回來呢 我很多的家庭的生活 財務自由 時間自由 最重要是 拿到我們的健康 所以呢 今天 很感恩這個平台 很感恩這個系統 OK 我繼續分享一下 多謝大家 所以是 強生 我再也會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